和丈母娘家一个月 我后会结婚了 啊 我的好吃的 妈 我饿死了 你 还愣着干嘛 没听娜娜说饿了吗 还不赶紧做饭去 佳伦 你生花费不少吧 怎么又吃这几个菜 来 姑娘 你多吃点肉 这点活都干不好 看着你就来气 你妈什么意思 这肉不让我吃就罢了 我这辛苦做一桌的菜 凭什么挑三减四的 吵什么 我妈是你长辈 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吧 妈 我酸奶呢 娜娜 你等会帮我把洗衣机的衣服拿出来 我姑娘是你保姆啊 你让她干这干那的 我姑娘的手可不是干家务的 酸奶喝没了 一会儿妈给你买 我这一早上又是买菜做饭洗衣服的 拿个衣服能累上你啊 这不是你该干的吗 妈 我出去耍了 不是 这都十一点了 你出去干嘛 不许去 怎么 她工作那么累 还不能有点私人空间了 你还知道回来 你和你妈故意合起伙搞我呢 你还知道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吗 我妈身为一个长辈都没什么意见 你咋人要我什么 老公了没有 凭什么我受这危机 那我女儿凭什么就要受 妈 这有垃圾桶 要不你扔垃圾桶立吧 我妈年龄大了 说什么你照做也行啊 老公 孩子该喝奶了 你去冲下奶粉吧 哦 什么哦 你上一天班累死了 让他去买买去弄 哦 哎 哎 你怎么买了两瓶五浆叶 哎呀 人家里总工作上照顾你那么多 这不快过节了 不得送人家点爱喝的吗 哎 你别忘了 还得给妈买点她喜欢的啊 我早准备好了 只要在京东搜索京东超市百亿补贴 就能参与了 我不挣钱 可享受不起啊 你不该为我放心那么多 我却不懂真心让你更难过 你跟你妈住在一起 你可以什么都不变 我呢 我买个礼物被收 我躺着休息被收通了 你是我的家啊 我凭什么要活的那么小心翼翼啊 加伦 你别怪妈这段时间对你狠 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是不会知道疼的 我错了 对不起 世上只知道 上班女婿难 却不知道 世间所有媳妇都难 对不起 对不起 通过来